新聞主要我來看的是 推動環保概念 民鄉三平社區 收集中青的飲料雜貨 讓社區老人親手製造手工模 雖然說手工很寬衡 不然要裁刷又要正康 不過社區老人都感覺很處理 而且也說過期是地貨了 現在是改地 手工貿 老阿嬤擋手做手工模 不然真做又正康 甚至無視力就受傷 但老阿嬤說 阿嬤 你現在是做到相當快樂 我做這個很舒適 以前我都帶過來了 現在有這個堂地 那實在很好 沒筆沒筆 都筆都筆喔 好勝嗎 好勝啊 精神比較好 大家做到拚時間 白痴也很大 不然大家都坐在那裡 這就是鄉三平社區 每個禮拜三所基本的社區 多當現場 這禮拜請老師來教 如何製造環保沒有了 看得出來在場的老大人 很多都掛到眼鏡 手掩飾很冷靠 但他們做得很開心 像這一個環保沒有了 可以讓消磨整個早上 小區立市長 創侯無人說 一個環保需要 被他們抓起來 他們是收集就穿的 目標要做200的環保沒有了 後來我只要趕著餐廳 去把餐廳討 結果餐廳量很大 他們也很高興 很驚訝 贊助我們這家的社區 讓我們這個工作 順利來進行 總共在四座 一座差不多都200多的 再要獎穿的 總共有獎穿的數量 三平社區 就是想找人去學 才回來跟其他社區的民眾 才有老大人 擋手做手藝的機會 如果環保也很趣 用餐廳做手藝 讚 這次我們檔開話 寇教洪民鄉鄉 蔡宏博德